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会的强强对决 关掉方是钓鱼岛 最大方是屈服孔庙 那鱼岛这边上的是一个大方魔王的女儿多彪 看了一把地震 最大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咒诗 加魔王看了一把风阵 也是被关掉方地震大克了10%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联心剑一开启 大方先加野兽之力 之前双方也是打过好几场比赛了 就这套阵容打过好几场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鱼岛这边他就不能拖 对面的压制性太强 尤其是当大同官府 被对面咒诗和盘司的配合 压倒在地以后 那上线一直回不过来 一旦大堂上线永远回不过来的时候 那你这个点杀能力是大拿折扣的 所以只能是关掉方这边先动手 哎 小死亡来了 先动手 就不能拖 这两方也是凝制术 丢给关掉方女儿村 尝试着用武装冠 看看能不能抢过这个女儿村的速度 伤害超高的 请三叠 魔王 163没死 前面还有宝宝 关掉方这边也是避免出现善暴 直接平A打过去 魔王这边也是触发了 秘传法术了 这回合就可以用了 秘传法术本身是八回合的CD 但现在由于他的肌脉关系 基本上两三回合就能用一次 速度还是蛮快 罗汉盖起来 对战风暂时是没有压制性 前期也没法延长 所以对面魔王也会很快的站起来 等到魔王站起来以后 魂战风这边又得继续谋画点杀了 还是那句话 你跟对面号 你这阵容国标啊 号不动啊 静谷罩 继续套一套 你别说对面武装 暂时还真抢到了一锁 双方都是10%的速度位 女儿村丢了一速 他就是不好打 你把三飘 光辉 补一补 黄犬之蝎 先把武装冠抓下来 让自己的女儿 稳稳拿一手 医塑再说 你健康 努力 至少 小蕾草帽 怪兰魂这边接着点 不想给对面反压怪兰魂的机会 这才是能真正的把这个国标的思路发挥出来 你老不点老不点 慢慢慢你就不好点 这还稍带手的带走了个武装官 你说这 三层的人心 最主要的是国标 他控制化生死 不太好控制 所以对两方 给这个武装官活血 问题不大 继续消一下咒势 四层人心的化生死 稍后一伙武装也就直接满血了 压尸体 没压住 对战方要卡的还是慢多的 对面化生死全场武术 官战方诅咒之伤 选择点化身 可能这个时候 对战方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武装官身上 对于化生死的一个保护 就不太够 官战方趁这个机会 想把对面化生死拿下 但是魔王被控 大唐的伤害 咱们看够不够啊 用的巨剑 伤害不够 魔王 有情 因三叠 那这化生死美啊 有这个机会 官战方这边抓的是非常的果断 对面所有的助力肯定都在 怎么拯救这个武装怪身上 黄泉这些继续抓速度 鸟儿啊 还是没意思 现在官战方随便点吧 点个咒诗了 对了 咒诗不多 人家也是提前两回合 可以拉起小嫂单位的 所以这边化生死 化生死小嫂也不夺了 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 要不说现在 很多团队爱玩这个咒诗加魔王 这套阵容 你就是犯点小错 也能挽救的过来 这普多山都化生死 相辅相成 再来一把金切 两千三 哎呦 现在官战方 又得想办法点上 化生死 果断给自己退拿 不要想着先活队 先给自己退拿吧 你不然稍后让官战方再丑机会 把你点死 那不就更尴尬了 一个残血的化生死 面对国标的时候 还是有点危险 化生死这波选择的 零元推药 对了方很稳 空了一下地府 一把金切 但是化生死的速度 没有地府那么快 来 官战方 又冲着化生死去了 啊 你就说 对战方 赶紧推拿 别等了 不然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你封地府 不是必中的呀 你盘司的封印 也不是必中的 地府本身 这个门派 还抗封 所以你这么玩 存在很大的风险 武魂 给一手 对战方 拉起化生死 小死亡 在电化生 你推不推呢 哪有那么多时间 赶紧推 不用想 队友先别管 先管自己 哎哟喂 你看队战方 这不就把自己玩进去了 这个就怪他自己了 他老是先活 先活 先想活队友 还有零元退 哎呦 太贪了 他们好能打比赛 就贪 必须 直接换出来 看队友 看队友 啊 看一下观战方 趁着对战方化身色 倒地的时候 能拿到多大的优势 魔王再倒地 大方飘漫天 随后观战方这边 可以先把对战方武创冠 再给他颠倒 没有化身色的保护 剩下的人物单位都是 案板上的肉 观战方随便拿捏 屁股的岩巢 你不给化身色扔 你再不扔对面 可能就要拉起化身色了 你这岩巢你得扔 那个倒地的可是化身色 混蛋黄出现了一个自动 对面两把无魂 哎呦 这普通山可以直接拉起化身 哎呀 不果断呐 化身这回退拿呀吧 经过上次的事情 这回你得果断退拿了 别考虑魔王了 你没那能力 现在考虑不过来了 马上大头就有巨剑了 你不退拿自己 一把天降神剑 砍下来 你化身色就又没了 化身色选择了 出了个宝宝 然后这一波是先活血武装 对战方又选择了继续活血的方式 就是这么淡定 这也太淡定了吧 表示还是要先救队友 小死亡 变武装 提活 提到自己脑袋上 也行 砸掉地厅 武装 扛不住 两千开刀啊 出包机 孩子还要跑 秘传法术 送给你 三千五 差一点点 前面还有宝宝 武装倒地 这化身色现在还是有风险 关战方开始空化身 这回合化身色不动 下回合关战方就能把化身色给击杀了 灵源推手 管雨林保一下 换一个孩子出来 对面化身色现在是一个全场的四速 哎呦 这地厅白给 地厅速度有点快 来 化身色 还是选择活血 而关战方这边也没有硬点这个化身色 双方在这儿斗心里呢 心儿太多了 对面也算是一包人胆的 按一个残血的化身色 老在关战方这个地府前边晃悠 继续一把延长 使得扔给 地厅防一手 阻截精神 保一下 战敌 孩子或者是大堂 也没有第三个目标了 哎得了啊 又是一个无穷大化身色再次倒地 不过化身色一直也是个残血啊 这些都无所谓的 没有小丑 能接受啊 化身色拉起来 该活血活血 该推拿推拿 啊 瞄准的就是关战方这个孩子 女儿村都有危险 女儿村没了 头上的女儿村是有紧箍咒的 女儿村倒地 鬼祖拉起来 还可以 还得砍个回春 砍个回春 这不然酒也偷不出来 人拉 我用地府配合化身色的方式啊 先把女儿村揪起来 这两方形色的劣势还是比较大的 再换一个地厅 继续牵制 奇迹如风 女儿村要不要金青 罗汉了 还是以防地厅为主 选择了一把 罗汉 无间地狱 开启 关战方要点上 可以斩 化身色 因为对面化身色 确实是 已经不拿 关战方当人看 选择了斩地厅 能不能建设到化身色 可以 化身色 倒地 无间地狱 对面确实是 化身色 不拿关战方地府 当盘菜了 你就说 他老是个残血 在这个地府面前 左晃晃 右晃晃的 那这把无间地狱 可以让对面化身色 在地上躺两个回合 要不然就是 葡萄山提前 把化身色拉起来 这两方盘斯的 这个命中率好高呀 封地府都是 一封一个准啊 慈心吸走 这回来一把金青 解掉小耸 很及时 小耸点魔王 化身色 给自己人卡了个大金 他还是选择不推拿 就这么横 还是选择不推拿 再给化身 卡一个小四海 下个回合 快点放大头 手里就又有巨匠 又有巨匠 小死亡点盘死 化身色 继续选择活血 将盘斯带走 空切 出生 出生 打针给周师傅多 防一下地厅 战敌 加上 六道无量 直接挠死 化神色 再活一口 观众方式真怪孩子 你别说观众方式真是那种怪孩子的家长 你说人家这 九回合的大嫂 吸了两个无间地狱 换扬户 化神色 直接被剪掉 观众方这边再点对面武装 再点一手武装 巨剑点 魔王再倒地 魔王倒地了以后 身上还是有一个一回合的小死亡 所以 周师傅多那边 想让魔王动 还得用技能去拉 捕装过 哎呦没打着 头上有灯 毒也毒不死 拉起化身色 化身色 雌星再吸走 无魂扔给化身 那化身肯定是 推拿了 对面化身色好淡定 这扛了有个 将近二十个回合 终于给自己推拿了 救了半天 发现队友根本救不起来 有疯狂神 武装没死 带走 下一步应该再击杀 随便吧 随便击杀 队长方也收起了宝宝 手里的药确实也不多了 你竟然打到二十八回合 盘斯剩下三个药 武装也就剩下五个药 对面药不多了 这场比赛 余导点杀的确实勤快 只不过就是在点杀 对面化身色方面 关掉红这边 还是心理博弈 没有博弈过 人家去 武装带瓜心里肯定想到 他这回合要推拿了 所以咱不点他 这回合他肯定推拿 没想到 就这么硬扛了 将近二十个回合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谢谢兄弟们 拜了个拜